黄荣阵亡时 周伯通为何消失 你看他去了何方 收了哪位天才为徒 杨过退营后的第13年 蒙古的忽必烈率领精锐卷土重来 十万兵马将襄阳城围了个水泄不通 根据原文的设定来看 相比于神雕末尾的襄阳城大战 此时的郭敬黄荣可谓是孤立无援 首先 杨过小龙女退营多年 其次 易登大师 黄药师在神雕末尾就几近百岁 13年后不是老太龙中就是寿终正寝了 然而身为新武爵之手的周伯通 却有繁老还童的征兆 他为何也没有出现在襄阳城 当年杨过 郭香来到百花谷的时候 他们发现周伯通的头发 骨子竟慢慢油摆转黑 原来周伯通天真浪漫 无忧无虑 夹着在百花谷挖腹林 吃蜂蜜 久而久之 周伯通竟繁老还童 13年后 襄阳城再次爆发了战争 此时的周伯通如果听闻了战事 势必会第一时间赶到襄阳城 祝郭靖黄荣一臂之力 的确 周伯通和郭靖一结金兰 他和黄荣的交情脱身 加上周伯通曾说过 他喜欢热闹 更喜欢打架 不管怎么说 周伯通都会赶到襄阳城 而不是见死不救 其实 周伯通没有出现在襄阳城的原因很简单 古代的交通信息极为不变 周伯通极有可能并不知道襄阳城爆发了战争 待周伯通听闻了消息之后 襄阳城早就落入到了蒙古人的手中 这样的解读并非五中生有 根据实书记载来看 周伯通极有可能远赴他方 潜心修炼 还收了一位天才为徒 众所周知 金庸的十五部著作大多都沿用了真实的历史 而射雕三部曲更是以南宋末年和元朝末年为蓝图 讲述主角们如何驱逐大陆 保家卫国的传奇故事 在射雕三部曲里还涌现了大量的历史人物 好比邱楚记 王重阳 郝大通 尹志平 猛哥 吴碧烈 朱元璋 徐达 常玉春 张三丰等 尤其是张三丰 金庸将他写进了以天屠龙记 并将他武侠化 从而让张三丰和书中的虚拟人物发生碰撞 发生了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精彩故事 前面提到以天屠龙记被金庸跳过了近百年的历史 我们只知道张三丰在少年之时偶遇了郭香 还在绝远大师元祭前强行记忆了部分九阳真经 最后躲进深山老林之中勤学苦练 可根据真实的历史来看 张三丰还有一位师傅的 在史书三丰全书三丰先生本状汪西林净书中学到 张三丰入中南山修炼 拜火龙真人为师 得金丹之指 山居四彩 功效既然 文禁四道者 必须法材两用 平生油房 剑破好善 囊切在空 不觉泪下 火龙怪之 禁告已故 乃传丹沙点化之觉 命出山修炼 等于说张三丰之所以能够自创武当一脉 是在火龙真人的指点下得了金丹之指 随后张三丰又在火龙真人的指示下出山修炼 这才有机会开宗立派 广收门徒 这位居住在中南山的火龙真人会是谁 笔者认为 此人极有可能就是老顽童周伯通 首先 周伯通是全真教的传人 自杨过下了华山之后 周伯通重返中南山修炼合情合理 其次 周伯通在神雕时代就曾显入一门绝技 这门绝技就是太极拳的原型 那时周伯通闯入了蒙古大营之中 发现忽必烈宴请金轮法王 尹克希 萧香子 尼摩星 杨过 小龙女等人 周伯通一番胡闹之下 惹来了金轮法王的追击 此时的周伯通大显身手 让金轮法王叹为观止 金庸学道 那盘子平平地贴着桌面飞来 对准了一盘烤羊肉一撞 那盘羊肉便向老人飞去 牛肉盘在桌上转了几个圈子 停住不动 原来周伯通使得是古太极境 如太极图一般周而复始 连绵不断 若在空旷处置出盘子 那盘就会绕顺兜圈 周伯通使得这股太极境的原理 和太极拳如出一辙 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周伯通返回中南山之后 前行修炼 继而有了一个火龙真人的称号 奇缘巧合之下 火龙真人偶遇了 走投无路的张三丰 眼见张三丰天资聪颖 是一个难得一见的武学器材 火龙真人当即将太极的奥义 倾党相授 这样一来 不仅能解释 郭靖黄荣阵亡之时 为何不见周伯通的身影 还能解释周伯通的原形 就是张三丰师傅火龙真人